那导读人是大家熟悉的灵济会 他无论是谷涓或者是走入监狱 只要他愿意要做的事情 他真的都做得很好 我们透过通关密语来遇见他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有正能量的他今天要来讲 能承担是福 感恩 敬爱的上人金社师傅 在场还有线上的家人们大家好 好 我是高雄大社和气纪会 上人试给我的法号是绿文 今天我要导读的范围是 2023年那旅如鸡丘之卷 能承担是福 在1999年的9月21号 我们台湾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地震 隔25年了 相信家人们应该都还记忆犹新 当时地震发生在凌晨的1点47秒 那个震度是7.3度 摇晃持续102秒 那那个时候造成了2496个家庭家破人亡 根据统计也有51700户的房屋是全岛 53700多户的房屋是半岛 那么持续持续就开启了 我们的直接重点尊重务实及时的九灾行动 我们先来看这一则新闻 每一天到7点钟左右 就送车出去 一直转一直转 转到晚上6点多7点多 才回到台湾厨门 所以那一阵子呢 就是我感觉到上人的心 真真的是了解透彻 几次他的心都脆了 不但说是难够脆了 从热食到医疗 从大爱组合工地到万年不毁的希望工程 从日出到日落 抢擒天 战雨天 一领斗笠 一剑布衣 一双僧鞋 上人在灾区一带就近一个月 直到旧级的工作告一段落 直到安身的工程完全启动 十年后的今天再回首 上人如此开示 感恩上人的开始 当时志工从灾区打电话 到了金社请求物资 不断的追加的就是时代 还有放置大体的冰柜 那么当时坐镇在金社指挥的上人 他心急如焚 痛心疾首 而且深刻的体悟到悲极无言 在面对任何的灾难 持继人总是走在最前做到最后 这一次学校受到很大的损伤 持继当然勇敢的承担了 五十一间重建学校的希望工程 因为上人忧心而且磁事 教育不能等 我们来看这一段影片 整个墙壁大概都裂开来了 超长 平台的地方搭帐头 学生的上课情况都相当的艰困 九二一大地震 中部校园受创严重 这一上人认为教育不能断层 不能让孩子在恶劣环境中读书 于是慈激基金会毅然承担起 任养重建灾区学校的工作 汇集全球爱心展开希望工程 遇到了这样的事 还是教育不能放松 很重要的 全球各地都非常有爱心 募款来延建这个学校 那么志工的投入 几乎每天都投入到 将近有一千人次 好 感恩教育事述百年的树人大业 那么上人跟实事 我们所新建的学校呢 要兼具到自然绿化 环保还有兼顾的万年流芳的学校 好 在这么样大家 集合爱心跟希望所建下来的学校 更期许在这里面就读成长的孩子们 心中都能够充满爱 长出坚韧的心芽 发挥蒲公英 百折不扰的力量 将这个爱延续下去 在一次的会谈中呢 陈昌辉教授跟圣言法师的对话中 陈教授提到了 上人的身体如此的虚弱 不知道我们的慈祭志业 能够延续多久 而圣言法师说 只要有五十个人 有正言法师的精神理念 那就是希望 就可以延续 那么上人在这里也提到了 慈祭在国际间所做的事情 不止只有五十个人都承担 全球有慈祭人的地方 就要自己增加我们的心灵力道 要每一个人都有上人的精神思想力量 落地生根 台湾的慈祭根 我们信师弟子 每一个人要顾好 佛陀在法华经也有提到 传法要传到五十人 但是上人更期许 我们的慈祭志业 能够代代相传到五十代 让我们的人间菩萨 能够代代地普及到人间 全世界在日本京都的永观堂 有一尊全世界唯一回头的阿弥陀佛 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 我们观堂有全世界唯一一尊回头的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讲阿弥陀佛 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未来佛 他已经修成佛 所以他是不会回人间 就是阿弥陀经里面讲的 也是未来的一个极乐的世界 所以他对人间的生死爱恨是不会回头的 可是当时这个禅林寺永观堂 有个永观律师 永观师傅 他说他在念经的时候 念经有点打瞌睡 忽然睁开眼睛就看到那个阿弥陀佛 忽然回头看他 说永观你迟了 他觉得是梦境 是一个恍惚的梦境 所以他就找工匠雕刻了世界上 唯一一尊从左边肩膀回头的阿弥陀佛 那我就替这个朋友去拜了这个 因为我在想说如果我们有一天修到 对人世间一切牵挂都没有了 究竟会不会回头 如果人间听到一点哭声 你会不会回头 因为那个哭声回头 如果人间还有一个人在受苦 你会不会回头 我们知道日本有很多地藏菩萨是回头的 因为地藏他是关心到地狱里面 每一个受苦的人 所以他会回头 可是阿弥陀佛一直被认为说 已经完全是佛 因为他超越了人世间一切的爱恨 他不会回头 可是只有日本的永观堂 出现了一个回头的阿弥陀佛 好 感恩 佛陀为了修行来到人间 为了众生而觉悟 而我们是为了发红誓愿来修行 那么我想请问各位 如果我们听到了人间还有一点哭声 人间还有一个人在受苦 我们会不会回头 请在座所有的菩萨们 回头跟你周围的菩萨 给他们一个温暖的笑容好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间菩萨 也给自己一个掌声哦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 很扎实 很道地的人间菩萨 代替上人的手跟脚 在世界各个黑暗的角落 为所有的众生拔苦与乐 净化人心 好 在近日很欢喜 上人即将要行脚了 更欢喜是有我们很多的欣慰 即将要皈依跟受证了 那么我们还记得当初我们与上人的约定吗 我们修行最主动的就是我们的出发心 我们一定要坚守着我们时时刻刻 要记住我们发心如初 成佛有余 不要让好因好缘 因为某一个人某一件事而中断了 照顾好别人的心 当然也要守护好自己的出发心 在外面我们常常服务别人 常常祝福别人 也别忘了要常常祝福自己 要常常为自己加油打气 祝福自己 祈祉自己为菩萨 让众生因为我们的付出而得福有福 最后把这句禁诗语跟大家共勉 不要怕事情多 因为这正是发挥生命的价值与功能 多做多得 少做多失 当有机会来了 要我们承担的时候 不要怕压力 因为最后这句我们一起念好吗 能承担是福 祝福所有在座有福的家人们 我们都能够日日健康 日日平安 感恩 好 非常的感恩 今天早上如果志工早会有联系的话 大家应该有看到就是我们的骨髓捐赠那个小说 31周年 来你讲一下他的那个主题 主题 骨捐的 就是环宇31周年相见欢 对 然后他有一个主题 环宇31 怎样怎样怎样 什么谁 我还没有记起来 我想说 环宇31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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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为什么会31吗 就是今年31 同时我们的骨髓捐赠这个地方 31个国家 所以其实让我们非常感动 那忌惠的话 除了导读这个部分 他真的就是从一个小白 然后来这里到现在你知道 他现在无论在监狱 对也小白脸 然后呢 监狱 然后或者是呢 骨捐这个部分 而且你知道 你看他的导读 你觉得他简报做得好不好 柏远的简报也是做得很好 你觉得他简报做得好不好 是好的对不对 以前他开始导读的简报 都是他女儿做 他女儿可以帮他做简报 做到以后参加学校的一个比赛 竟然简报得奖 可是现在简报都是他 对他简报都是 我靠自己 对都是他自己做 前天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一位家人给我讯息 他说老师 你们可不可以提供给我们 有关于叙利亚满那海的相关导读的资料 好 还有无量益金 都都都给我写一些 我说我们导读的是那里足迹 所以可以提供给你的是我们你说的满那海那个部分 至于无量益金 我们没有在导读 我们导读团队也不会特别去做这一个部分 可是从这里就知道他们对我们的一个肯定 我就马上给雪玉 雪玉好像整理了四个和五个符合他的主题 我特别跟他讲说 你注意看 我们的导读团队做的简报 真的很优质 我们给你的是十分钟 他们导读你可以去搜寻他们的 但是你们可以应用到三十分钟 没问题 所以我们就这样无私的分享 所以我们也感恩他们的肯定 所以真的大家跟着他的简报也是可以学习的 那泰国的简熟说 在忌讳师姐精准的导读中 返乎回到的悲极无言的九二一当下的大地和人心 我一直觉得我的麦克风今天一直嗡嗡叫 好不好 有回应就跟他讲一下 好 和人心皆柔常寸断 上人封城普普身影带领人间菩萨 夫妇看得见的损伤 看不见的哀伤 重见教育 重见人心 稳稳的来到现在的岁月静 那同时间呢 我们真的非常感恩 就是我们的大爱剧 大家应该可以知道 我们即将是写食人生 也即将十二月二十五日 立临主场 所以到时候希望我们高雄的古娟团队 也能够一起来相挺这一场大爱剧 那这边我们长村的刘春之说 导读团队 零忌讳人能承担救世福 慈激慈善其今贵 灾难面前勇富出 大爱无间天地间 拔苦与乐众生苦 加拿大的管心理说 在苦难的人需要中 看见自己的责任跟使命 能承担代表自己的平安健康 身心安堪 因缘俱足 自然是有福之人 旧法新知 心法尽知 感恩气质优雅 口条流畅的忌惠师姐 精辟精准精简的一个导读 高雄的美宁说感恩忌惠师姐 简报真的准备得非常的丰富 台风吻 口指清心 更是不用要向您学习 真的 那景淑也说感恩今生得益明师 让我们在人间 遭逢每一刻 奉上温暖 升华智慧 感恩机会不算为我们盘点生命 尤其刚才讲到日本这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日本的家人 我刚才看到了 Doris 素秋 她说精度的素秋相约云端 法喜满满 我相信不是只有你而已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 再次掌声感恩 机会的一个分享 角齐 嘉明 还有南齿儿 在加拿大 12名 我跟你讲 加拿大的南齿儿上个星期 导读以后更加有感 今天上线每一则都这样留言 我跟你讲 池儿 你在留一段时间更紧以后 你下一次导读一定可以大进步 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就交给我们高雄教联会的窗口 曾咬一份资料 因为他要我说 老师 你教联会最早期参加 这些活动你有参加了打勾 你知道我在打勾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说 天哪 真的要早一点参加 我几乎每一个都打勾 为什么 因为早期没那么多人 所以所有的大活动 什么什么活动 我几乎都有足迹 但是他就说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真的非常感恩 包括重庆的一大 瑞玲师姐也说 济慧师姐的精准又是非常有内容的一个分享 重庆的一大为也给回归 花莲的文带也觉得说 勇于承担 能承担就是福 非常感恩 方文在美国 机会师姐好棒的导图分享 能承担是福更是增长智慧 台中的角旗还有许家明 许家明是在哪边的家人可以告诉我们 他说慈激功德会在台湾中部盖了51个学校 共几千间的一个教室 包括对于慈经师姐的一个分享 慧芬在嘉义 他说喜见全美年轻人 站起来承担重责 非常感恩慈经的一个分享 内蒙赤丰的恩利也说 感恩慈经师姐接引年轻人传承永续 年轻活力一家 顺口六就是由你开始 所以我们一起来横辞 重庆的一大尾讲到慈经 难辞而也是 在美国的方文说 欢喜有姻缘与慈经在迎对相见欢 感恩慈经师姐的分享 把我们的记忆又带回 当时年轻人的一个传承跟坚定 我们即便在美国的团队 他们竟然是在全美的慈经会相见欢 然后拍照片回来 所以真的非常的感动 好我们总之 横辞就会遇见更好的事情往前走 接下来是我们的